每年的清明前后至谷雨时节 位于浙江省新昌县的万牧茶山 茶农们迎来了春茶采摘的最佳时机 然而要是制作出的绿茶具备一定品质 茶青的采摘就需要遵守严格的标准 一是要保证采摘下的鲜叶长度 控制在3.5厘米以内 形态上不能多于一芽两到三叶 二是要做到无损采摘 一名熟练的采茶工 一天仅能采摘20千克左右 符合标准的茶青 想要在短短的十几天到二十几天的时间里 将全线近15.3万亩种植面积的茶叶 全部采摘完 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模仿手工 采摘符合标准的茶青呢 今天的实验现场将带您眼见为实 协助我们进行实验的是机械设计师梁洪亮 通过了解我们得知 要想使茶青符合标准 最难做到的就是无损采摘 所谓的无损采摘 一方面要是叶片的品相完整 没有损伤 另一方面要求茶叶筋部自然折断 不能存在切断掐断的机械损伤 切断或掐断会使筋部内部组织 因为受损而发酵 制成的茶叶在冲泡时 茶汤呈红色影响品相和口感 手工采摘时 通过用食指和拇指合力向上提拉茶芽嫩筋 将其拉断来避免对筋部的损伤 但是受到体力耐力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手工采摘并不能保证动作的始终如一 因此一般情况下 只要被拉断的完整茶清数量 占到单次采摘总数的95%以上 就被认为是符合标准的采摘 实验人员认为 要做到无损采摘 关键是要解决如何模仿手工 将茶叶采摘下来 现有的利用机械方式进行采摘的方法 是利用剪切原理 将老叶和嫩叶统统剪切下来 没有选择性造成了大量的损耗 那么怎样的方法能够模仿手工采摘 而不是简单的切断呢 实验人员想到滚筒形结构 在旋转时会产生扭力 这个扭力是否可以将茶经拉断呢 按照设想 实验人员设计出一种滚筒形机构 滚筒由一组对称的拨杆和一组对称的毛刷组成 滚筒的侧面附有轴承 利用轴承使拨杆于底座中间留有一毫米的间隙 这个间隙刚好能把茶芽叶夹住 当滚筒转动时 茶芽会随着转动的拨杆被卷进滚筒内部 形成一个大于45度的夹角 拨杆转动会产生扭力 由于茶芽进步较为脆嫩 当拨杆的转速达到每分钟240转时 扭力可以达到约15千克 即可将茶芽折断 而随着拨杆一同转动的毛刷 会将折断的茶芽扫入采集口 利用负压原理将采摘下的茶芽 吸入储料箱 完成采摘 从原理设想上看 这种滚筒型的机构 能够利用扭力将茶芽折断 实现与手工采摘同样的拉断效果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必须通过实验 眼见为实 实验人员来到新昌县的一处茶园 进行模拟实验 我们在茶园画出一片 10平方米的区域 进行采摘实验 我们将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检查使用滚筒型采摘机构采摘的查清 是否能够达到手工采摘95%的折断率 一切准备就绪 实验开始 我们看到实验人员选择的这片区域 茶芽高出茶棚面 约5到6厘米 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机 实验人员手持滚筒型采摘机构 利用机器与茶棚面间的距离 控制采摘下的鲜叶长度 保证采摘下的茶清 一芽两叶或一芽三叶 而随着拨杆转动 滚筒所到之处 茶芽依次被卷进采摘口 很快就完成了 10平方米面积的采摘 那么这次采摘的质量如何 是否满足对茶精 无损采摘的标准呢 实验人员将采摘下来的茶清 收集在一起 请这片茶园的主人王华进行评判 这个还可以 采得几乎已经接近人工了 折断的茶芽经不成暗褐色 掐断的则成黑色 我们发现采摘下来的 2.5千克茶清里 茶芽经部全部成暗褐色 这就说明使用滚筒型机构 利用扭力将茶芽折断的方法 可以实现对茶精的无损采摘 但是模拟实验 毕竟测试范围较小 时间较短 如果将实验时间拉长 实验范围扩大 在一定的作业时间内 这种滚筒型的机构 还能够保证不低于95%的折断率吗 实验人员准备组织一场更大的实验 来加以验证 这片茶园面积有800亩 要想赶在古语前完成春茶的采摘 至少需要700位熟练的采茶工 而今年王华只请到了70位 这就意味着要有很多可以成为高品质绿茶的茶芽 最后会长成毫无价值的树叶 如果滚筒型的采摘机构 能够做到和手工采摘相仿的折断率 对于像王华这样的茶农来说 无疑是解决了燃眉之急 那么在大范围长时间的工作时 滚筒型的采摘机构 是否还能保持不低于95%的折断率呢 实验人员设定了一小时的作业时间 作为对照 实验人员请出五位采茶工 同时进行采摘 我们将分别对双方采摘查清的 折断率和损伤率进行评判 验证滚筒型采摘机构 是否能够实现设想的无损采摘 3 2 1 开始 实验开始 采茶工熟练地进行着采摘 拇指和食指轻捏 整个过程轻快而有条不紊 另一边 手持滚筒型机构的实验人员 也专注地注视着采摘的过程 只见滚筒扫过的区域 茶牙尽收入香 看起来非常轻松 对于双方而言 如何保证采摘品质的一致性 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采茶工这边一丝不苟 长期劳作形成的肌肉技艺 驱动着它们完成每个动作 而滚筒型机构这边 所到之处 茶牙几乎被一扫而空 随着时间的推移 采摘工这边的速度明显放慢了 长时间工作带来的疲劳 还能使它们保持同样的采摘品质吗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的时间到了 实验结束 我们将双方采摘的茶青 分别收集到一起进行检查 通过抽样检查 我们发现采茶工这边发挥稳定 茶牙筋部基本上都是暗褐色 折断率控制在95%以上 并且叶片完整没有出现破损的现象 那么滚筒型机构这边情况又如何呢 经过实验人员的检查 堆在下面的茶青种 有很多出现了叶片破损的情况 虽然茶青是折断的 但是叶片破损 说明滚筒型机构 不能达到无损采摘的实验目标 实验失败 那么好端端的叶片 为什么会被打碎呢 通过检测实验人员发现 当茶牙被拨杆折断时 折下的茶牙会留在底板上 等待毛刷将其刷入极料口 由于拨杆与底板之间的距离 只有一毫米 当大量的茶牙被折断 堆积在底板上时 转动的毛刷 无法及时将茶牙扫进极料口 堆积的茶牙会被毛刷挤压 造成叶片受损 实验人员设计滚筒型机构的初衷 是利用扭力满足拉断茶牙的需求 但是由此带来的破损问题 将如何解决呢 这种滚筒型的机构 还能够完成茶青的无损采摘吗 实验人员认为 滚筒型机构可以解决茶青采摘时 给茶经带来机械损伤的难题 但是同时必须考虑 叶片受损的问题 如果将毛刷与底板间的间距增大 而拨杆与底板产生折断扭力的位置 仍然保持一毫米不变 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实验人员将底板换成U型结构 使得折断壁后端撬板留有一定间气 让毛刷与采摘下的茶牙之间 保持一定空间 这样的设计是否能解决 叶片受损的问题呢 由于叶片损伤是出现在 长时间的采摘过程中 实验人员准备在王华的茶园里 再进行一次时间为一小时的测试 作为对照 实验人员请来王华茶园里的 八名采茶工 我们将分别对双方采摘茶青的 折断率和损伤率进行评判 这一次滚筒型采摘机构 是否能实现真正的无损采摘呢 折断率又能否达到 和手工相仿的标准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实验人员将茶园 划分成两个区域 手持滚筒型机构的实验人员 和八名采茶工 分别在这两处区域内进行采摘 在这一小时的时间里 双方谁能够做到稳定发挥 双方准备就绪 计时开始 八位采茶工每人一拢 手速之快让人眼花缭乱 很快腰间的茶楼就渐渐装满了 另一边 手持滚筒型机构的实验人员 依然保持着惯有的雷厉风行 将手臂抬高到茶棚面上 自然向前行进 鲜嫩的茶牙 自己就跑到机器的口中 瞬间就被收入囊中 现在刻起来还值十块 再看采茶工这边 他们神情专注 手起茶落 由于需要长时间 重复同一个动作 时间久了 难免会出现混乱 他们心中默念着口令 使动作保持一定节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菜茶工这边的速度 渐渐慢了下来 看来长时间的劳动 对于体力的消耗 是非常大的 而实验人员这边 也开始有些疲惫了 滚筒机构的重量 为2.3千克 长时间手持 对于臂力 也是个不小的考验 终于一小时的实验时间到了 我们将双方采摘的茶青 收集到一起 先进行称重 咱们看看人工是多少 这个是24.6千克 那么滚筒机构采摘的茶叶 又是多少呢 第一框的重量是17.16千克 第二框是多少 18.02千克 滚筒型机构采摘的茶叶重量 为35.18千克 比手工采摘多了将近10.5千克 虽然重量上胜过手工 但是滚筒型机构采的茶青 是否符合标准呢 与手工相比 是否会有差别呢 我们请经验丰富的老茶客 对两个对照组 进行质量上的检验 从那个采摘的净率 完整度 两边其实差不多 两边比起来差不多 通过抽样检查 从采摘质量上来说 这一次滚筒型采摘机构 采摘的茶青 叶片没有明显破损 茶叶金布成暗褐色 达到了与手工采摘一样的标准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 采用滚筒型机构 能够模仿手工进行折断式采摘 折断率在95%以上 同时采用底板让位机构 可以有效避免对叶片的损伤 在春茶抢摘之际 可以帮助众多茶农 解决人工短缺问题 并且完成高标准的春茶采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